大家好 第五波疫情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部份業主都願意擴大議價空間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全港其中一個最多住宅的地方 就是荃灣 看看地鐵站附近的陸陽新村和全錦中心有甚麼順盤 另外我們將會即將推出新環節驗樓 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在開始之前訂閱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下星期有影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全灣站那邊有多個樓盤 其中陸陽新村和全錦中心是最近地鐵站的其中兩個 步行只是大約幾分鐘 出入方便之外 這裡的居民都不休買東西吃東西 因為在荃灣站那邊有多達10個商場 而且規模有大有小 好像南風中心裡面的新芝城 有點像葵涌廣場 以賣一些便宜的三副鞋物和小店為主 消費水平比較便宜一些 而全錦中心基座也有一個小型商場 裡面主要是一些連鎖商店 賣的東西會貴些 至於比較大規模的陸陽坊 佔地大約17萬呎 除了超級市場之外 裡面也有各式各類的商店 可以滿足到舊物需要 而且這些商場以天橋接駁 北京北角之間已經走完一個又一個 甚至不需要經地面 在這大屋苑之中 有4000伙的陸陽新村都可以說是指標屋苑 由港鐵、置地和宜和合作發展 樓齡接近40年 主要提供兩房到三房的戶型 疫情之下 可能大家都未必夠膽出街看樓 等我們拍片給大家 留在家看樓就最安全了 今次參觀的一個陸陽新村兩房放盤 所在的大廈在我們拍攝前兩天 就出現了確診個案 業主現在叫價700萬 算是屋苑最便宜的兩房入場單位 如果說下價 甚至有機會以低於700萬入市 陸陽新村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實用率高 高達8成7 好像這個單位這樣 445呎 滑出兩房之後 客廳都非常闊落 放完沙發和電視機櫃之後 如果你想的話 其實這裡還有空間 可以讓你放到一張小茶几 長型大廳佈局分明 其中這邊打造成客廳之後 剩下的地方就是飯廳 有足夠的位置 放到四人餐桌 這裡有隻小窗 但對出是天井 至於整間屋主要的光線來源 是客廳那邊的大窗 看到其他座數 但由於有一段距離 加上後面有山景 整體來說 都不算有太大壓迫感 唯一要留意的是放盤所在的大廈 鄰近學校 會聽到上落堂的鐘聲 廚房、廁所和兩間房 都是以走廊貫穿 就由這個位置走進去 看到其實各個空間的門框都用了啡色 唯獨是入口這個位置 就用了獨特的黃色 合不合心水就見人見智了 由走廊轉進來的第一個空間就是廚房 這裡預留了位置放雪櫃 也可以放到洗衣機 我覺得其實整個工作台面都非常足夠 而且可以做到一個雙爐頭的設計 但如果同時開完煮食的話 可能油煙就會大一點 最好在這個位置放一個抽油煙機就更加好了 除了家電之外 廚房上下兩邊已經有不少廚櫃 供應儲物空間 只是部分的櫃門有點鬆 加上整個廚房的裝修風格都比較舊式 買家可以看看是否要做一些簡單的翻身 還是要重新裝修 接下來和大家參觀浴室 浴室現在採用了企缸的設計 如果你不是想特別轉做浴缸 或者換過整個裝修的話 其實以現在這個設計來說 都幾簡潔明亮 就可以省一筆不用再裝修過了 而且有窗空風 是舊式屋苑開織的加分位 走廊的盡頭就是主人房 這裡超過70呎 放得到一張雙人床 另外房間的這個粒位 其實可以預留給你擺一個衣櫃 床頭和床尾都各有一隻窗 可以加強彩光 床尾那隻就大些 再向同大廳一致 可以看到學校山景 來到細房 其實這裡都超過60呎 所以就算看到現在擺了衣櫃也好 都只剩下不少空間 擺完將單人床之後 都仍然有地方走動 雖然衣櫃沒有做到頂 但有一定的深度 儲物空間不小 和主人房一樣 兩邊的牆心都有窗 有助對流通風 放盤現在叫價700萬 開價是否合理 可以參考四大銀行的股價 除了中銀股度價之外 其餘三間銀行的股值都是617萬 比起業主的叫價低超過一成 銀行股價轉趨保守 可能和12月六島多中低過700萬的成交都有關 第五波疫情在去年12月尾開始 當時一間和今集放盤景觀差不多 又是望學校、樓景為主的單位 12月的時候做了680萬 為每呎超過15000元 雖然來到2月 暫時沒有再錄得低過700萬的成交 但買加買之前 都可以多些了解銀行最新的股價情況 以現在這個放盤叫價700萬計 還款年期做30年 年利率是2.5厘的話 如果買家是首次置業 透過岸保計劃 成造最高九成按揭 首期就要給70萬 每個月的公款大約是26000元 加3厘的壓力測試之下 每個月的月入要求超過62000元 如果買家是買來收租的話 方盤市值月租大約15500元 扣了每個月大約1060元的管理費之後 匯報率大約2.5厘 相比陸陽新村 全錦中心的規模就小些 只有兩座提供496房 清一色都是兩房單位 由新地發展 樓齡大約36年 樓盤一層有8伙 最小的由354呎起 最大去到438呎 今次看的全錦中心兩房放盤 業主聚餐叫價620萬 比較貼近疫情之前的價位 但最近就減到600萬 都算是屋苑最便宜的兩房入場單位 上樓看完大家再看看這口價值不值 放盤不大 基本上一眼看完 地板都算保養企理 不過牆身就有不少畫畫的痕跡 相信都要重新游過游 這個放盤的實用面積有369呎 先給大家看看間隔 是典型的五門歸心報告 好處就是沒有任何走廊位 所以見到面積都要放在廳上 顯得這個空間都會比較闊落一些 但有一點要注意 就是會比較多門口位 好像這邊的長身就會顯得比較短些 所以如果想在這裡放梳化的話 可能就要選一些小型才行 所以也會有些人 好像現在這間屋的業主 考慮將梳化放在這裡 對面就是電視機櫃 但如果這樣做的話 梳化就會遮擋了部分窗台的位置 而且這個擺法 在看電視的時候 會面對著廚房和浴室 這兩對門長期關起來 可能才會比較好 至於其他必備的傢俬 好像鞋櫃、餐桌一樣 就要放在大門的兩邊 具備80年代的開織特色 全感中心的客廳 都有一個接近80厘米深的窗台 從這裡看出去 左邊的大廈是政府合處 右邊就是隔離屋 不想扭望樓的話 可能要拉回窗簾 一入大門轉過來左邊就是廚房 這裡長型開織 夠位置放雪櫃 也預留了位置放洗衣機 工作台面也非常足夠 都夠一個小家庭去使用 只不過現在的裝修 可能略為舊式一些 如果不適合心水的話 就要預留一筆資金去翻身 仔細一點再看清楚 就算跟現在的布局重新裝修 焰油的廚櫃空間也不少 而浪衫的位置也設在廚房窗口對出 方便在洗衣機直接拿過來 兩間房是採用眼鏡房的設計 我們先進來大一點參觀一下 剛才我度過這裡的實用面積 大概都有60呎 所以就算不利用窗台的位置也好 放完一張雙人床之後 再放一個大衣櫃 都還有不少走動空間 一樣有窗台 甚至比大廳那個大些 而且有少少轉角窗的設計 令到整間房都非常光亮 不過座向就跟客廳有少少分別了 看到山景不至於被政府合處 遮住整個窗的視野 但同時會見到更加多鐵路 有機會有噪音問題 接著就到細房了 這裡的實用面積大概都有50呎 但因為它現在放了比較多 一些大型的儲物櫃和衣櫃 所以可能你就覺得空間比較狹窄一些 但如果將這些東西全部搬走的話 其實都有絕對足夠的空間 可以放一些基本的傢俱 好像單人床衣櫃一樣 這間房的景觀 是整間屋之中最開陽 對比剛才那間 這一邊看到更加多山景 最後參觀浴室 空間比較狹窄 洗手盆也都小一點 也都只可以做到企缸的設計 不過就有窗通風 對於講求衛生的買家 這一點或者都是加分位 業主的開價也都反映了市房的轉變 以往這一類單位一般都要623萬才有成交 不過去年12月已經跌穿了600萬 一間同金集放盤差不多流程的單位 就做了598萬 為每呎都接近16000元 不過就算減價去到接近最近的成交價 業主的開價仍然比銀行股價略高大約百分之二 各大銀行的股值介乎584至588萬 如果以這一口價買入單位 借進九成按揭 首期開支是60萬 將還款年期定做30年 年利率定在2.5厘之下 每個月的公款就大約要22000元 月入要求超過53000元 至於收租的話 以同類單位市值月租大約13000元 購賞每個月600多元管理費計 估計回報率接近2.5厘 Flame明其實疫情爆發以來 對於一些想入市的買家 可能他們都會想 現在會不會是一個好的時機去找一些順盤 都想知道現在業主的議價空間 比之前是否真的大了 如果業主的開價態度 普遍就不會像之前那樣 成交是700元 這樣就開多一點 普遍現在成交價和開價都很接近 因為如果看最近的成交 和最高成交的時間 普遍都有5-10%的折讓 今年以來 整體二手樓價跌了大約百分之一 當然部分大型屋苑因為盤圓多些 加上單位本來的銀碼又大些 折讓的幅度會比小型屋苑大 想買樓的人不妨多加留意這一類型的屋苑 第五波疫情在去年年尾爆發 部分代理行就估計 今年第一季的樓價會跌百分之三 但看過往的幾波疫情 樓價跌完都會升 只不過今次這一波疫情比較嚴峻 大家又怎樣看第五波疫情 對於樓價有甚麼影響呢 想知道多些樓盤資訊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到最後了